好,在这一边呢,它说我有九个那个点 然后它是在这两条平行线上面 然后它说它有三个点在第一条线 所以我上面这一条线我有三个点 然后六个点在第二条线 然后它问它能够形成多少个三角形 然后如果它是没有限制的话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拿上面的一个点再配合那一个下面的两个点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变成三角形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三个点选其中一个点 就是3CE 然后接着呢,下面是六个点选两个点 6C2 所以3CE 然后乘6C2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45 所以这一个有45个可能性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上面拿两个点 然后下面拿一个点 它这样也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这一个呢,上面是3C2 然后下面是6CE OK,然后我在我的计算机那边按3C2 然后再乘以6CE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18 OK,所以它总共有多少个呢 就45加18 然后我有63个可能性 谢谢 谢谢 谢谢